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在槟城州最大镇大山脚 针对华裔照顾户举行了发放活动 而且还特别安排了增添年节气氛的节目 另外也邀请了当地上千位的社区民众参加岁末祝福 有超过半数的居民都因此加入了慈济成为会员 不示爱心 大山脚是马来西亚北部槟城州境内最大的市镇 居民大多是华裔 三只赢兵武师的出场最能带动新年气氛 针对华裔照顾户举办的岁末发放 有着浓厚年味还有四处飘香的美味 全部的都是用进食人人的产品 像香鸡饭做熟悉 还有一个饭团 薄饼加上薯泥和番茄就是一道创意小点 满足了胃也要丰富心灵 失去一条腿的照顾部卓先生献身说法 我觉得自己啊就是很多朋友有很多人关心我 所以使得我就是自己可以站起来 就是没有这样悲伤 另外展展新灯点燃的试善念 慈济志工邀请大山脚一千两百位居民参与岁末祝福 当场就目击到六百多位新会员汇聚庞大的爱心 大爱新闻真上美食公马来西亚综合报道